两条麻花辫 一件红棉袄 19岁的张子怡一举成名 在影片中他饰演村花昭蒂 爱上了县里来的教书先生洛长鱼 这是村里的第一个老师 迎接他的那天昭蒂穿上最好看的红棉袄 然后紧紧盯着长鱼看 察觉到长鱼望向自己 昭蒂立马脸红起来 如今老师来了 但是学校还没盖好 新房子盖好的时候 要在房梁上拴个红布图个吉利 这块不叫红 一般由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来织 村花昭蒂包揽了这个任务 她值得格外认真 现在长鱼帮着村里人一起盖学校 昭蒂为了能看一眼她 每次都绕去远一点的前景打水 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 村里家家户户要给盖房的人送饭 这也叫做送公饭 昭蒂便想方设法做最拿手的菜 希望长鱼能吃上自己做的饭 那个年代像打井盖房这样的大事 女人是不能插手的 因为怕惹上邪气 于是送饭的女孩们就只能远远地看 昭蒂远远望着拿饭的人 但始终不知道自己精心准备的饭 最后是被谁吃的 她多期盼能和长鱼说上一句话 于是只好红布的那天 她连忙送去学校 但来拿红布的人却是村里的小伙 失落的昭蒂就趁机打听 得知长鱼吃饭的时候 一般是村民们给送第一份 于是下次再送公饭的时候 昭蒂就把自己的饭放在第一个 然后她在一旁等着长鱼下工 她多么希望长鱼能吃自己做的饭 很快学校便该好了 这个村子终于想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没见过老师和学校的村民们 全都围到了学校门口去听 昭蒂也挤在人群里 她听的是长鱼洪亮的教书声 但等新鲜进一过去 村民们便渐渐不再去 只有昭蒂仍旧风雨无阻地 出现在学校门口 那时候有些学生家很远 昭蒂便会在放学后送他们回家 为了能多一些存在感 昭蒂就去他们经过的路边等着 但远远望见他们走过来 昭蒂却连忙躲上山坡 只敢远远地跟着队伍走 昭蒂无意之间望他一眼 昭蒂就已经十分满足了 送完学生都要天黑了 昭蒂才一个人走回家 而昭蒂就远远地跟在后面 但昭蒂知道他还跟着自己 昭蒂每天都这样欺而不舍 他陪着昭蒂走同样的路 可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天昭蒂鼓起勇气 迎恋跟昭蒂匆匆打个招呼 然后再回去拿故意遗失的竹篮 昭蒂自然也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 他向学生们询问到了昭蒂的名字 昭蒂还是依然去远处的井打水 当他望见昭蒂也要来打水时 就把自己打好的水到井井里 想要拖延时间偶遇昭蒂 没想到半路热心的小伙抢过水桶 就要帮昭蒂打水 昭蒂只好匆匆离开 然后在路过昭蒂身边的时候 告诉他轮到去自己家吃饭了 因为昭蒂是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 所以住的是村政府吃的是派饭 每天去不同村民家里吃 现在终于轮到昭蒂家了 于是第二天天还没亮 昭蒂就起身开始准备食材 炒了几个最拿手的菜 然后就站在门口等着昭蒂来 母亲夸昭蒂吃饭香 还打听了昭蒂的情感状况 昭蒂就在一边偷听 临走前昭蒂得知昭蒂喜欢吃蘑菇水饺 于是便说晚饭就做水饺给他吃 昭蒂明白昭蒂的心思 他告诉昭蒂 第一次见面是他穿的那件红脸袄很好看 昭蒂羞怯地低下头 但母亲却很清醒 他知道昭蒂和自己的女儿不是一路人 我说就别抱那饺子了 为啥不抱 最后昭蒂还是撅着脾气包了水饺 可是却怎么也等不来昭蒂 就在他望眼欲穿的时候 昭蒂出现在了小院外面 他送昭蒂一个发卡 让他配红脸袄的 现在村里正商议让他回县城 接受调查老幼成分的事走不开 但昭蒂答应昭蒂待会儿一定来吃水饺 于是昭蒂开始穿上红脸袄 等待晚上能再见昭蒂 可是却没想到 听到村民说昭蒂被村长用马车拉走了 昭蒂慌忙把锅里的饺子打包好 他一路狂奔在山野间 终于那辆马车出现在视线里 可是人就两条腿 昭蒂拼命跑也没追上马车 最后还不小心摔倒在路上 昭蒂用过的碗碎成几大块 饺子也滚落一地 昭蒂坐在山坡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而更令昭蒂心碎的是 昭蒂送他的发卡不见了 他沿着跑来的路一路找回去 可是再怎么仔细也没找到 于是昭蒂一连好几天早出晚归 只为了能找到那个发卡 那是昭蒂唯一留给他的东西了 但好在最终在家门口的梨栏下找到了 可惜昭蒂归期遥远 那个摔碎的碗 母亲找人帮忙补上 只因为这个碗是昭蒂喜欢的人用过的 他想让昭蒂留一个念想 极度的思念下昭蒂开始幻听 他仿佛听到学校里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 可是等昭蒂万分欣喜地跑到学校 才发觉这里静悄悄的 只有风吹过破窗户纸的声音 于是昭蒂便拿着纸去帮学生护窗户 教室房梁上的那块红布 长鱼每次看见应该都会想起昭蒂 想起昭蒂穿红棉袄的样子 昭蒂认真的把窗户纸在学校四面豆腐上 接着又把满是灰尘的教室打扫干净 最后再贴上红红的窗花 然后在这间昭蒂教书的教室里坐到很晚 路过的村长忘记了 才明白昭蒂喜欢昭蒂 于是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到了昭蒂约定回来的日子 昭蒂一大早就去路边等 在寒冷的雪地里 他从朦胧的天色等到日出 再等到天色灰暗雪下下来 昭蒂还是没看到长鱼 足足等了一天他浑身冰冷 于是昭蒂只能折返回家 体力透支的他却一下子晕了过去 昭蒂发了一晚上的烧 但却在第二天还是要出去 他带上几个馒头 想要去县里找长鱼 路上风雪的很大 还生着病的他晕倒在了半路上 是隔壁村发现之后 村长找人套上马车把他接回来的 昭蒂的母亲心疼昭蒂 他想着长鱼要是再不回来 昭蒂恐怕支撑不下去了 于是便托人烧了个信去县城里 昭蒂昏睡两天后 终于在长鱼和学生的读书生里清醒过来 母亲说长鱼真的为了昭蒂回来了 昨天在他的床前守了半宿 开心的昭蒂连忙跑到学校门口 这里又为满一堆村民 大家都知道昭蒂喜欢长鱼 于是昭蒂一来 他们连忙把长鱼叫了出来 但天黑前长鱼又被县里带走了 原来是因为得知了昭蒂生病的事 他偷跑回来的 由于这个行为 长鱼被放出来的时间又推迟了好几年 于是昭蒂常常去那个路口等 他穿着初见时的那件红棉袄站在那里 几年后长鱼终于能回到这个小村庄 他再也没离开昭蒂 还生下一个叫小生的孩子 那之后长鱼在这里教了一年又一年书 直到为了翻盖学校的事 患有心脏病的他突然尝试 在外打拼的小生得知父亲突然病逝 连夜赶回村里 村长告诉小生 是因为学校太破就长鱼想翻盖 可是资金又不够 他顶着大风雪四处筹钱借钱 几个村子都借变了 患有心脏病的长鱼被刺激 被送到县城的医院里后不治身亡 长鱼去世后 昭蒂每天都去坐在小学外面 一坐就是一整天 村里主张用车从县城把长鱼的尸骨拉回来 这样也省时省力 但是昭蒂不答应 他要用抬 要把长鱼的尸骨 从那条走了无数次的路口抬回来 可是一来村里年轻人不够 二来天气实在恶劣路途遥远 小生只好答应村长去劝劝母亲 但昭蒂很固执 他想着长鱼一个县里的大学生 为了这个小村子辛苦教书四十年 怎么的也要抬回来 而且自己还得亲自制一块盖棺布 小生生怕母亲劳累过度 说去买一块好的 但是昭蒂下定决心要连夜制出来 小生也无可奈何 他为了完成母亲的愿望 只好再次去找村长商议 花钱从隔壁村子雇一些身强体壮的人 一起把父亲抬回来 村长一算 少说要三十五个人换着台 雇佣费和人情费加起来差不多要四千 小生二话没说 从怀里掏出全身剩下的五千块钱 就算是摆平了这件事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母亲去县城里接父亲 昭蒂的身边 是他连夜制好的盖棺布 终于能给长鱼盖上了 一群人在风雪里 抬着长鱼的棺木往村里走 小生没想到的是 最后竟然来了一百来号人 他们很多是从外地赶来的 因为长鱼是他们的老师 是他们走出大山的铺路人 得知这件事后 他们都自发赶回来了 村长把钱还给小生 说几个村子的人都不愿意收 大家都记着长鱼对村子的贡献 于是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 抬着长鱼走在漫天风雪里 把他抬回这个小村庄 最后赵蒂把长鱼安葬在学校门口 这样他就可以天天看着学校 赵蒂说自己死后也要葬在那里 现在县城拨款 大家也自发募捐 要翻盖学校完成长鱼的心愿 小生走前想接母亲去和自己住 但是他不愿意 有你爸在这哪我也不去 其实小生知道 父亲一直想让自己也当一名教师 但最终他没有 赵蒂说这是长鱼的遗憾 就在第二天 赵蒂又听见读书生 或许只是幻听 但他还是冒着风雪跑到学校去 他看到村长和大家都守在学校门口 里面教孩子读书的人是小生 他站在父亲四十年如一日站的地方 教孩子们父亲来到小村庄时 上的第一篇课文 赵蒂在朗朗的读书生中 恍惚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 该影片是张艺谋导演的 《我的父亲母亲》 这也是张子怡的大萤幕处女作 对她此后的事业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影片中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情感 赵蒂和长鱼之间动人的爱情 长鱼与学校之间感人的真情 以及最后自愿回村台关的学子 对长鱼尊重爱戴的回报 都令人潸然泪下 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能爱着点什么 就是很幸运的事了